我们是异地恋 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跟他说话 但他却总是对我爱大不理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他却总想 霸占我所有的时间 我每天吃饭在想他 走路在想他 空气里都是他的味道 他总希望我每天 24小时为着他转 可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呀 谈恋爱不就应该甜甜蜜蜜的吗 为什么他就不能多陪陪我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鹏23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学生 男嘉宾小鹏22岁 同样来自湖南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还在读大学吧 对 还在读大学 大几了 大三了 同一届的我们是 是同班吗 不是 我们是异地 他在重庆 我在湖南 那你这个什么叫霸占 那么远怎么霸占啊 你是不知道 他 我感觉我的每天都在被他监控 只要我们在一块的时候 他就要翻你手机 我的头像要设成他的 你不是在重庆吗 我们但是有见面的机会啊 我们每个月都要见面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俩是在国外认识 回来之后 他会经常过来看我 你们俩在国外认识 对 我们出去旅游遇见 然后再认识的 回国了之后 他就每天都会很主动地 过来联系我 并且会经常过去找我 但是就是后来 一直到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是一月份认识的 五月份的时候在一起了 之后大概半年这样子 他就会 没有以前那么主动的 你是说去年吧 14年的时候 14年 好嘛 这时间够长的了 然后反正就是 我觉得在一起一段时间过后 他就会很少主动地联系我 之前答应了说 每个月都会过去看我 之后也会找各种理由 没时间或者其他原因 就不来看我了 因为我们俩异地嘛 刚开始追他的时候嘛 我也是有点逞能 我跟他说 那我每个月15号 我都飞到长沙去看他 但是后来因为我是学生会干部 我自己还在读书嘛 时间有限 我有时候真的就挪不开时间 但他真的就是特别无理取闹 他说那你答应了我 你不来看我 那就是你的错 那对对对 你答应了 那这个事情本来就一开始 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了 后来有问题了 我就多说他几句 他都会抱怨我说 我不理解他 我有时候真的就是没有时间呢 而且他刚刚说 他说觉得我对他不好了 其实都他自己在那边想多了 他什么事情都是想多了 比如说有一次吧 就特别莫名其妙 我在打游戏 他就说一定要跟我视频 你知道吗 以前都是他主动给我打电话 后来他就很少联系 我就会主动给他去打电话 那中午我吃饭了之后 我给他打电话再打游戏 晚上就给他打电话 再跟朋友在外边玩 他就觉得我打扰他打游戏了 游戏出了之后还得骂我 就怪我 就是打扰他了 然后还手机关机 不让我找到他 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 我哪有天天打游戏 我不得读书了吗 为什么不接人电话呢 把游戏关了呀 一会儿再打呀 可是这是一个团队游戏 我不能坑队友呀 原来是这样的 赢了还是输了 说了 骂没骂人家 我就说了他就没骂 说什么了 我就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说以后你不要 给我打电话了 我给你打吧